这场战斗 我必须胜利 各位 紧急通报 五分钟前 珊瑚岛中心产生了一次能及恐怖的崩坏能爆发 从爆发点产生的一场重力波 已经波及三分之一的城区 更糟糕的是 爆发中诞生了一只巨大的怪物 而且 在对该生物的调查扫描中 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数据 从这只怪物的体内 我们检测出了两个高能度崩坏能反应 其中一个 与冰质绿者的绿者核心波长吻合 而另一个 却是从未检测到过的绿者反应 也就是说 刚才的那次崩坏爆发中 又诞生了一名绿者 目前 珊瑚岛的情况 已经通过外部通讯传回给了总部 总部发来的简讯中 标明了绿者的特征 由珊瑚岛突发的重力波一场反应分析 新生绿者的能力 由两个绿者结合而成的怪物 没错 如今珊瑚岛崩坏已提升至最高等级崩坏事件 总在这段期间 主将希望我们暂时撤退 与主力部队会合 了解 现在前线损失惨重 不适合再继续作战 叶尔维特 撤退指挥就麻烦你了 带大家撤离吧 诶 那队长你怎么办 我去牵制那只怪物 尽可能获取更多情报 可是 这太危险了 叶尔维特 现状已超出了控制 而随着时间推移 事态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在这种局面下什么都不做 才是更危险的选择 但是 副队长已经身负重伤 如果您也 放心吧 叶尔维特 丽塔就先拜托你了 我明白了 队长 您一定要小心 赶快走 走这段 荣光 与我存在 武队长 断屁和兵 怎么会这样 我只是离开了一会儿 这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杜鸭 结论我已经从天命的通讯中获知了 起因 我大致也能猜到 给 你要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黄泉之杖是拿到了 但现在这个情况 不知道还能不能派上用处 所以 你的计划是 电磁场果然如此 黄泉之杖的原理 是利用特殊电磁场 干涉绿者核心与虚数空间的连接 虽然胡狼没有解释 但我承受过他的力量 清楚地记得 他制造出的电磁波长 你想用雷之律者的力量 来做同样的事 没错 我们还有机会 黄泉之杖能做的 我也能做的 而且 强度更甚于他 但是这次你要面对的 是由两个律者融合而成的怪物 在他的领域中战胜他 并用力量夺取他的核心 机会只有一次 一旦失败 没有人能够必须这么做 无论如何 我也要做到 既然如此 就让我来帮你吧 优兰戴尔 优兰戴尔 优优独播剧场 the program 优兰戴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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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 叶香 雷殿亚依 你胜利了 祝贺你 已经 结束了 是啊 已经结束了 明明 明明我只是想再见他一面 只是想告诉他我的心意 难道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在寻找答案 是吗 那希望 你不会落得我们这样的下场 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 我们是律者 是必须要消灭的怪物 你只是已经不重要了 只不过是命运给我和安娜 何许 我的感情也在变成绿植的时候 已经感觉不到 任何悲伤了 来吧 好嘞 或许这样的结局 也不错 安娜 我们终于可以 在一起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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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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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